十三毫文化城市在北部河邊 北南文化在南部 三區法 大稻埕突破三萬 搖搖領先盟獎 大稻埕不就是盟獎嗎 積方圍人口 並在澳門建立 商業據點 葡萄牙吧 還是西班牙 葡萄牙吧 帝王紀年 康熙23年 西元紀年 日本令 這個 這個 送分題 答錯可以死一死 我 以前讀書的時候 在班上有一個綽號 叫做地理小王子 今天選歷史麻煩啊 聖成功打完澎湖道路港 不是 聖成功不是荷蘭人嗎 考一下紅毛城誰看紅毛城 就是荷蘭人蓋的 普羅旺之城 聽過沒有 嗯 有什麼古裝據是唐朝的 康熙皇帝 對不對 康熙皇帝不就唐朝嗎 有沒有什麼線上歷史考卷 歷史考 考卷 Google一下 有這種東西嗎 全國中小學題庫 歷史段考考題 新北勢力 光榮國民中學 來啊 敢不敢單挑 敢不敢單挑 九年級吧 九年級生一段 一段是什麼意思啊 有沒有那種線上的 可以直接作答然後會有分數的 有嗎 有沒有可以分享一下 你不要真的以為我沒讀書好不好啊 昨天做做效果你們真的以為我 我的歷史很爛 我 以前讀書的時候 在班上有一個綽號 叫做地理小王子 地理小王子 地理跟歷史 那是一個密不可分啊 地理歷史公民我們統生一顆社會啊 地理頂級的人 歷史絕對差不到哪裡去啊 鄭成功不是荷蘭人嗎 這個 從古至今 整個世界觀 都已經刻在我腦子裡了 你們問那種比較細的 可能會稍微講錯 像那個什麼 普羅名周城 我就講成普羅望斯者 都是普羅開頭的 不用分這麼細 對不對 第一部分認識台灣 測驗題庫 這個嗎 這是嗎 好不好以前沒有這個東西 這叫什麼 這叫自修嗎 以前都要去數據買自修 一本兩三百 現在網路上就有了 線上作答 有沒有線上作答 線上題庫 中山女高喔 國中歷史線上測驗有 部分 提數什麼 20題 全選 來啊 來來 直接開考 這麼快啊 三大都市早在青菜村社輔 社製先後 順序為何 一輔 二路 三盟獎 11 嘿 哈哈哈哈 其實做完一題就腳卷 這是下一題是這個嗎 史前時代 其 分歧的依據為何 石器 新石器 金屬器 使用工具啊 這個 這個 倒白 是不是 小天某份歷史學習單中看到 新石器 早期文化遺址特質 大家動動手一起做 好不好 到這個 block TW TEST 到這個網站 不要偷Google 真的自己 自己做20題 我們來比分數 不要在那邊嘴炮 出張嘴 某個新時代 文化遺址特質 出土的磨製石斧 挖掘根莖的作物 挖掘根莖的作物 並未發現金屬類 這應該是北 北方的 十三行文化吧 平口的紋繩 等一下有紋繩 有紋繩感覺是南方的 北南 北南文化嗎 有紋繩 北部河邊或海口 河邊或海口 十三行文化 大奔坑嘛 大奔坑是在那個 這個台北盆地 十三行文化才是在北部河邊 北南文化在南部 三曲房 Easy game 長兵文化在大陸 大航海時代 河南人為了與中國貿易 一再尋找中國附近的據點 先後兩次占領以下哪個據點 先後兩次 先後兩次 呃 當年 當年這個誰 鄭成功 當時鄭成功從金門出發往澎湖 再打到 南部 那應該是澎湖吧 河南人為了與中國貿易喔 為了與中國貿易 這 三曲法 金門肯定不是 那怎麼拿這樣 等一下 等一下 看起來看起來了 把剉齊一賽 對我裂開 繼續我們的第四塊 一再尋找靠近中國 好啦 就澎湖吧 荷蘭人在台灣發展的描述哪個選項是正確的 A 這個是 葡萄牙 B 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台灣長官 這個不知道 荷蘭人賦予巫師司法權來統治原住民 這個不知道 荷蘭人鼓勵 漢人與原住民交易 這個不知道 好像有 以物易物嘛 那時候用什麼鹿皮去換糖嗎 應該是 D吧 李導演在拍攝 清帝國統治前期 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商業發展影片 內容描述當時台灣與中國大陸對度的港口 與商人之間的競爭合作的狀況 李導演所要取景的地點 較不可能包括何者 這個重分題 這題都打錯可以去死一死 有關正式時期 貿易發展 正式時期 明末清出 明末清出 簽訂 通商協議 我記得正成功在台灣 在大陸沿海 確實是就是 他就是海盜 還有一些貿易商場會掛著這個 國姓爺的旗子去招搖撞騙 所以這個蠻有可能的 蠻有可能的 這個A應該是正確的 主要為軍用物資 台灣與英軍貿易 軍用物資 對日本貿易輸出這堂鹿皮 這個沒錯 南洋貿易與呂宋這也沒錯 呂宋應該就是 菲律賓吧 CD 我覺得B比較不可能 A看起來是合理的 B比較不可能 1989年各地人口統計 大稻埕突破3萬 遙遙領先猛甲 大稻埕 不就是猛甲嗎 大稻埕跟猛甲 的區別是什麼 不是同一個地方嗎 全台警示台南第2大城 大稻埕 合者輸出是 就叫大稻埕的 那肯定是輸出稻米啊 還是雜葉 茶葉章老 每個都好像啊 大稻埕不能被這個稻片啦 我記得是 色堂應該是南部 我記得是茶葉 茶葉吧 第青 青帝國時期 一種無田宅無妻子 不土不農 不公不古 嫖賭摸竊 褻鬥豎齊 迷所不為 這個看起來像 全章大亂鬥 稱為羅漢卡 鍍台限制 難民比利失和 社會不會不講 外力入侵 族群衝突 羅漢卡 我覺得是B啊 褻鬥嗎不是全章褻鬥嗎 那就是外來 外來原因嘛 阿土是生活在福建的農夫 因為家鄉山多田少 不得不往阿灣發展 聽說聯合東印度公司在台灣有許多土地 招攬人開墾 毅然決然搭 船入 入台謀生 當時台灣處於哪個時期 台灣有核制時期嗎 我沒聽過核制時期這說法 有核制時期嗎 東印度公司就是荷蘭的啊 對啦 荷蘭佔領的時候 福權是 福建漳州人 康熙60年移民台灣 沒想要經歷91生來台灣 史上 最大名變 名變領袖也是來自漳州的同鄉 郭懷一 欸對 題目做一半 我很好奇我 我可以得幾分 活動於台灣地區海盜 曾在日本當頭目 張權吳越遊民3000 侏羅山這個應該是 BC選一個 B吧 地理大發 最早來東方的西方人口 並在澳門建立 商業據點 葡萄牙吧 西班牙 葡萄牙吧 FOMOSA 族 民族語言學的分佈 南島羽族是全世界羽族分佈最廣的一支 有超過兩億五千萬人是南島羽系的使用者 下列 何者正確 17世紀後才移居台灣 應該不知道 南島羽系應該是 本來就是了 B 分佈在大西洋 眾多島嶼 笑死 應該是B 馬達加斯加斯一部夢中工廠東 馬達加斯加斯 上述島羽為南島 羽族分佈 哪個方位的變界西方 Easy game Easy game 史前時代和歷史時代的敘述 台灣歷史時代 比史前時代長 A吧 這還用選嗎 歷史時代 比史前時代長 台灣歷史不就幾百年嗎 幾百年怎麼可能大於史前時代 史前時代不是幾億年的嗎 我們可以根據考古資料了解 史前鮮明的正確 兩者是文字 作為區分正確 世界 都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 假算 就是A了 各國常用紀念方式 西元帝王甘之 各地有不同的紀念方式 如我國使用中華民國紀念 下列紀念方式 何則有物 帝王紀念 康熙23年 西元紀念 日本令這個 這個 宋芬提 宋芬提 答錯可以去死一死 顯清 參加一場台灣 史言 討論郭懷一代曹春 蟹鬥事件 民間 反抗運動 航會組織的貿易衝突 等一下 好像是B 應該是B 因為 民間百姓是抗議政府 但這個蟹鬥不是針對政府 商權蟹鬥不是針對政府 荷蘭人 統治台灣 並非想建設台灣 當成殖民地 做商業吧 應該是為了貿易 貿易吧 不允許漢人 完了 那我剛答錯一題 剛有一題我選A級 是B 原來他們不許漢人 原住民交易喔 那這個考題 這時候同一張考卷 等於是送分喔 林起漢人反抗事件 此次領導者 林爽文吧 林爽文吧 好交卷 OK 50分 50分喔 欸 啊我少20題沒達到 啊 沒達到 少答題 欸 行會組織喔 是民間百姓反抗喔 這個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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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思琪 欸我二 我發現我二選一都猜錯欸 這個有點運氣神分 這來說實話 我們的實力大概是70分啊 對但運氣差一點 所以變成50分 對吧我二選一剛好猜錯啊 呃 朱衣櫃是誰啊 核治時期 外力入侵 不是外力入侵啊 男女比例失衡喔 茶葉沒錯 這個就是剛剛被騙的 剛剛我說應該要選A然後選人B 花蓮 OK 沒錯 台南台北台中 一補 二路 三盟獎獎低 好可憐 不是從南往北喔 是南北中喔 OK 長知識 好啦50分還行吧 50分算有讀書了吧 算有讀過書吧 讀過書過了20年了 忘了一點 還了30分回去 本來 本來有讀書差不多80分嘛 過了20年還了30分回去 我覺得合情合理啊 就讀那麼多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